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触奉仪哲学思想多少年了呢 已经50年了 我25岁就接触奉仪思想 我接触奉仪思想怎么接触的 就是家庭不和谐 家庭不和谐 身心不会健康 那就说家到家到 家庭就是到 说后来我研究 我也在考虑 这么多年我也在研究也在考虑 因为什么会有病呢 病是从哪来的呢 你说他怎么能进到肚子里头去呢 长大包的 长嘎的 长瘤子的呢 是吧 这是怎么来的 圣人讲那句话 病打口中入 是吧 口中入进去的 我那时候又考虑 病怎么能 也没看着影 也没看着形式 怎么能进肚子里头去呢 他为什么会得肝硬化呀 为什么会得肺结核呀 说为什么会得你肚子里长瘤子呢 我这么些年我也在研究这个 奉仪先生哲学思想 说值个每一个方向 让我们从哪入手 从家庭入手 家庭小社会嘛 所以我在这方面 我也考虑了 因为什么死呢 说孙叔很小怎么不死了呢 死到谁生下来呢 死到亲也生下来 也死到近也生下来 那哪个亲人 让自己的亲人死呢 就是不明理 是吧 不明理 要明理啊 就不会了 那可以寿命都会长的 都得百十来岁 九十多岁吧 是吧 都得老死 不能病死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病死的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25岁病得死来活去嘛 是吧 病到哪个程度 可是呢 医学不是不治病 医学治病啊 他怎么治不好呢 有那么句话 灵丹妙药难治新性身的病啊 要治标不治本 治什么标 要治风寒潮湿 等等行外治病 所以那讲性疗病之本 怎么治本呢 病是本性上来的 本心上来的 所以叫什么性长什么病 是吧 冯夷先生给我们指的很明确 不过呢 有我们 要没打病的人吧 他不过身理研究 所以呢 人的病啊 我一研究我自己啊 那真是险些没死的 还真挺好逃过命来的 是吧 我开始呢 说一小啊 人的病不是一天做的 是一点一点做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医生能讲这么句话 医生说呀 得病如强老 去病如抽丝 我们要讲性理疗病 是得病如抽丝 去病如强大 这是谁说的 圣人说的 王凤怡先生说的 得病就像抽丝似的 病是一点一点一点得的 可是我们要真正的明了的时候呢 那真是 那就像把墙一切推倒了 并马上就排除了 我们有很多人都经历过呀 是吧 我讲三十多年了 有很多人都经历过 我上海城来 那个 来了多少次啊 是吧 是吧 有很多他们海城的人 说也 也受益了吧 是吧 也受益了 可是呢 我在这方面 我真是加势研究 现在我研究出什么呢 病是癌症那个病啊 不是 一检查 你是癌症扩散的 不是扩散的 另外我们人是五行形成的 当你跟五行界的人生气 家庭也是五行啊 兄弟父母主嘛 你跟五行界的人生气 你身体也是五行啊 你跟那些人生气 跟啥样人生气 那股气流进来的时候 那可说 就扎到你五行界里 你跟那些人生气 扎到你那个 经络里去了 越扎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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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纯越多 等到医疗爆发的时候 一检查 癌症扩散了 是扩散了吗 他的那个已经隐藏多少年了 是吧 积累多了要复发了 一场就检查出癌症扩散 是吧 是扩散了吗 不行了 到没有救的时候了 所以当初我那时候呢 我就研究我自己了 我怎么研究自己啊 我二十五岁 病得要死的时候 一个老爷给我两本书 是吧 那个老爷给我两本书 就是王鹏夷的独行路 和道德语中 给我的以后 我一看王鹏夷先生 能孝敬两本老爷 兄弟姐妹之间 他对他的弟弟 那个替道行的那么好 那我就回忆我自己了 一回忆我自己 说讲道讲道 讲谁的道 讲自己的道 讲别人讲远了 圣人不讲那句话吗 正因先正己吗 那我就研究我自己了 我为什么病这样 我就从小往回忆 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有病 说我一小就有病啊 一小就有病 你就回忆你自己 从你有得病那天 你往前你回忆回忆 那病早就炸到那了 我一回忆我自己 我八岁家庭生活 那就吃不上穿不上 我九岁放猪嘛 在放猪这个期间怎么样 那整天跟猪在一起打交道 大家想一想可想而知啊 那种性格能好吗 暴躁如雷啊 那碾不上猪 那就气的 那就分分的 等把猪在面上下 要打的猪的时候 把猪打的都大趴下 然后搞鞭子 鞭头改下来给他绑上 我要你跑 那就那样 到中午呢 回家了我再把你撒开 我就那种性格啊 你说能好吗 那一点一点的把病就积累了 可是呢 跟这些有猪的人家呢 人家王奉仪先生 我看王奉仪先生呢 给你放猪给你放马 放牛的 没打伤一个 哎呀我可打伤呢 好多好多了 我一看王奉仪先生 这样做 我正跟他一对照 正是香港 帮了四年猪 十三岁上学 在帮猪的中间 跟这些有猪的人家也打 有的说早了 有的说晚了 那你说早了 说晚了 开始不敢吱声 也不说眼哪 眼哪 眼到一定程度啊 眼无可眼就要爆炸呀 是吧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 学习这个这个 一些个理论呢 一学学点什么呢 眼吧眼吧 那不是眼呀 得化呀 你得能化开呀 那说能吃能装 你不能化 将来就得爆炸 一点没说错 那引到一定程度 要引不了的时候 那就要爆炸 就跟他们打呀 所以我记得 最干啥的 有一个老头 就说 这诸国人啊 放屁工就赶回来了 哎呀我说这个老 有心的话 这老头说这话说的 我妈妈 免徒一上午了 你说放屁工就赶回来了 他说一遍我没支声 下边他还说 他把屁丝工就撵回来了 我说老头你说啥 他说你屁丝工就赶回来了 你说我会回答不得 我说 老头你把裤子脱下来 他说这小子脱裤干什么 我说我看你放屁能吃多长时间 哎呀这老头你说把那喂猪的咬子 过去那喂猪的像柳棍斗的似的 撂地去 你说啥脚他就撵我 他撵我就跑 那他能撵我吗 是吧 一般跑撵我一般骂我 你说我 这回我把气放了 我就 因为以前就憋着了 不敢跟你对付啊 就敢跟他对付了 这哥哥就找到门头了 因为啥呢 大开始 小孩 九岁 十岁 十一 就敢跟他们对付了 就有个老太太说 啊你回的早了 天天他朝着回的早了 我心里话 你说我回的早了 好我不放你的猪 我给你高家让你捐的 把你猪捐给你拱碎了 我看你还说早不早 啊真就是 高家一上午 把他土猪捐呢 就给他拱碎了 这老太太商量 我说不放不放 你撵回去 他撵就去 我给他打回去 哎呀这老太太会说 哎呀孩子我再不说了 我再不说早了晚了的 我说你不说了 他说不说了 我说你不说我就给你赶了 你说我还让你高家看的 用啥呢 这个吧 就是咱性格不好 你看你 你挣人家这个 吃粮 人家一个猪给你二十五斤米 你说你为了这一家人家户口 你怎么跟人家打仗呢 人家说不好 说你回的早了 你就晚点回来呗 是吧 他说批事工 你就让他长点吃呗 你何必回 是吧 何必让人那么说呢 咱们那些咱们不明白 硬跟人家对着干 完了还生气 我跟人家一干人家还找我爹去 我爹回去 那我爹不能说人家不对啊 我爹得吵我呀 骂我呀 完了我还生我爹去 所以我就有病了 那真是啊 我爹最后人家放住啊 我就叫他身体不行了 不行了那你放下来呀 我一年呢 他穿一双鞋放住啊 是吧 我后来得肾病嘛 有一年把那鞋穿坏了 到秋了 到上冰茶时候了 没有鞋穿了 光脚鸭放住 因为你放到九月初九呢 完了我得肾病 我今天呢 我跟我父亲也生气 跟那些老爷也生气 我又得费解荷 开始那时候呢 不敢说 闷着闷着 得个肝硬化 你看 费解荷科学 肝硬化 浮水 你说这病难好了吗 还有肾炎 还有高血压 还有心脏病 那你说恨的压根值 他不得心脏病 完了 到 二十五岁吧 根本躺下就起不来了 起不来了 是吧 我念书念了六年书 十三岁上学 念六年书 十九岁回去了 中间我跳一击 回去了 回到生产队干活去了吗 那跟学校跟同学也打 跟老师也打 那同学不在话下 老师我 我真不怕 就老师说的 把我整办公室 让我好好站的 我说好好站的没门 你让我这历城站的 我单扫习站的 我那老师姓张啊 大学 全学学校都怕的 那些老师都怕的 我说我都听说了 学校也怕你 老师也怕你 我可不能怕你 哎 这家伙老师气里面拍子过的 后来那个打中的老头说了 张主任哪 别跟他一样的 他是猪鬼 才来到学校 哎 这个老师真是 你还是有知识啊 就不跟我俩恨了 就哄我了 再不行打仗了啊 咱们就学校不行打仗了 去吧回去吧 你说让我回去 你说我还打仗 一甩着袖子哼一声 看他打不打我 打我就打他 你说就那样 你说性格能好吗 那你说你不有病 可是呢 最后人 回到家 可是呢 都干活 干一天 歇一天 干一天歇一天 干不了了 最后人 没办法了 干不了了 躺下了 躺下 那要死了 那真是要死了 那都说啊 这小 四五二百人都说 这小劳病 劳病腔都没好了 那我知道也自己没好 可是我哥哥在生产队里干活 我哥平我大两岁 在生产队干活 有一个老头 这个老王头 就说了 说我看你弟弟有病啊 他回去当我妈去学了 我妈说 这老头 他过去他是讲病的 他要能说看出有病的 他就有败了 找他去 就找他了 一问他他说啥 没有别的办法 给你两本书看看 给我两本书我就看 一看那书是 我实习脾气大 那咋改 我又改不了 你说 这笑到亏咧 咋一瞅咱们笑到亏 一看剃到还亏 因为哥哥也得听我的 五个妹妹还得听我的 你说这笑到 剃到什么亏呢 笑剃仅相连呢 亏得笑剃到 你就可以笑到 有那么句话吗 在家笑父母 你何必远烧香啊 不用哪一烧香 为拜佛去 是吧 谁是佛呀 我们的父母就是佛 现在人舍尽求远 舍本求末 把父母舍了 我要称佛去 那我也给他们去 他们要到我跟你说这话 我说你想称佛去 他说对 我说你称佛去吧 你把你老爷都忘了 你忘了 父母养育嫩了 你都还成佛去 是吧 你要成佛 我都成佛了 我是吧 叫忘本了 本列而到生 你说哪个圣言 哪个贤言不是言成的 不会当言能成吗 所以圣言写了 人知出性本善 我那本性是善的 那你竟敢 你不善的那么多了吗 是吧 把父母忘了不就是那个吗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大爹的骂娘的多少 是吧 我们在家里看不到 我在四个个 祖国大江南北 走动 我听了很多人都是 是吧 不尊重父母 不孝双亲 所以我看到王冯仪先生 那种孝心 孝敬两辈老人 他把爷爷结婚的呢 那个白手昆 六个月没吃到 两十粒 竟吃野菜和的 那什么人呢 闲人 可是告诉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咱们能存的 能存的这个城里 我不知道 能存的我了解呀 各好一个一个老人 要点养老费都不给拿 把他也把儿女都养大了 他都举起 他都是 有孙子呢 对老爷爷都不恭敬 还说 有的人这么说的 我碰到一个女同志这么说的 这老太太你 你咋不可留死呢你啊 他说那咋讲呢 我也不死啊 那都九十来岁了 他说我也不死啊 你说咋讲呢 你说他儿媳妇说啥 你不会喝点药死了吧 你说这样你说 你瞎眼你觉得想 你的后代子孙能啥样啊 所以我那时候我一回我自己 哎呀太不孝了 不过改不了啊 是真难改呀 古月有那么句话 筛和用于改 秉性最难移 这个秉性不好改变哪 因为啥子 我们有坏的习惯 有习性 有习性就支撑这个秉性 习性不改变哪 不除掉的 那秉性化不了 所以病的不行 看得舒适 好一段好一段呢 性格没改病 又加重 加重了以后 我妈又找这个老头 你看看还有啥招 还想什么办法呀 像现在有很多人似的 给我打电话 甚至到见我面子说 哎呀我这病啊 你看看你给我说说好一段 你现在又犯了 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招啊 他心我还有神乎其神的招 我讲我讲王峰仪先生这个理论思想啊 不抬旋不论庙 钻奖当银之道 千万控制一点 不要迷 银不要迷 我那时候我妈也找这个老头了 这老头说这 有啥办法 我再介绍给你一个人吧 他就又介绍一个 说这人搁哪呢 说搁北 搁北安住 离我们家 七十公里吗 哎呀我说现在 我也走不了了 我也去不了啊 他说快了 他来了 他快来了 哪天哪天他来 我说那来到谁 到哪了 他说离大尼卡 十里地 他娘家 哎呦我说那我也去不了啊 他说那你去不了我就没办法了 啊有一天他就来告我了 他说那个人来了啊 你去吧 你去吧 我说我走不了他 那走不了没这儿了 在我没办法了 后来我就想了 就为了逃活命嘛 我得去找这个老人家 不行我爬也得爬去呀 那真是啊 那有那决心了 你看要死了嘛 人要到要死的时候啊 要有一个救命稻草啊 怎么想法也得去 我真就啊 走几步歇一歇 走几步歇一歇 走一上午啊 他走五里地啊 我说这坏了 我走到那个黑了 回来不去了 对他歇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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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我就不歇了 我就一门走 把气走没拉打 这真就走啊 因为呢 我那个费血河厉害呀 科学呀 那肝硬化吧 肚子胀的 那都鼓的蹦蹦的 当我去 开始下决心 不歇的时候 走走走一会儿怎么样 好像气还不那么短的 两个小时 这屋里地走到了 走到了 见到这位老研究 老研究问我一句话 你是哪儿来的啊 我说我大团来的 啊 王这娘娘你来的啊 我说对 你都什么病啊 我说从头到脚 从里面到外面 没有没病的地方的 我也没法说 我病在哪儿的 完了他说 啊 好 完了 就跟别人唠嗑去了 他那两天房 我坐北抗他给南抗做的 坐在那儿 他跟别人唠嗑 他也不说你的病怎么治啊 应该怎么办呢 他不说 没说 哎 这家伙给我急的 那性格你说呢 那样的火爆的性格 做那能做出吗 做两小时啊 把人的抗息都给委坏了 那家急的来回措措呀 我心里都快说呀 他也不说 这就说明啥呀 考验你 后来我才知道 啊 考验我 摩我性的 可是那我不抗摩呀 那家坐不住嘞 做两小时 行行 我要站起要走 我说我要走 你得说吧 你说你怎么办吧 哼 我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他脸上不愁啊 他脸上窗户那边 跟别人说话 他脸上从那边 不愁啊 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人家我要走了 我得回去了 黑了 啊 回去吧 你说说 我现在你得说吧 你就不用打枕啊 没说 哎 你说 我 我望出一门门砍 你说他说句啥 琢磨琢磨吧 就说这么一句话 哎呀 我就出来了 出了这家你说生气不生气 这家更生气了 这一生气 你肚子怎么一敲嗡嗡的 我就趕着走 他怎么不说呢 我走出屋里地下 呼啦想起来 想起王凤仪 得十二年窗牢 那不是他祖行路上有吗 十二年窗牢啊 一夜之间好 怎么好的 回过好的 他看全屋的 他那么孝心 可是他那么得十二年窗牢 他看全屋的这些年轻人 不孝心 他就生气 他说这些人怎么不孝心呢 他就生气 凤仪先生就有说那么句话 就别人不对你生气 你都得长病啊 别看眼睛了 看脊吧 正脊吧 我们有很多学佛的朋友 他知道这一点 知道什么 观自在 那是佛经领一句话呀 不哪嘎一句话 我听人家说的 我还没看到这个 是吧 观自在 咱们想一想 观人家能自在吗 观自己才自在呢 凤仪先生就让我们观我们自己 不让我们外观 眼不外观吗 你往外观 关来关大劲的 把眼睛都关坏了 就看你毛病啊 是吧 我在清华讲课那时候 那谁让人站起来就问我嘛 说刘老师你看看 你说现在的人怎么都戴镜子呢 我说戴镜子 他说你看看 我60%的戴镜子 我们在办公室里 这教师里 他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有一点啊 有这么两点 一点是现在呢 过去为什么戴镜子很少呢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电灯 我们用的 婴儿生起来以后 这乐了 家父母乐了 那个大炮脸上吧 孩子视力刚一开 最怕强烈你灯光刺激 这一点很重要 你看我们家 一个孙子 三个孙女 哪个也不 没有眼睛 没毛病 就我那个 我老 老儿子那大姑娘啊 生下了眼睛 邪视 对眼 老百姓叫对眼 那我就 那我就 他们有很多人建议 要去手术去 我就跟我儿媳妇说 我说不能手术 我说为啥孩子眼睛这样 你你找你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 因为他一转的 就黑眼睛就没了 我说你找着你自己 你好好回忆回忆 一来二去一来二去 我们的孩子眼睛就正常了 后来他们看着我们的孩子 有一小看着了 后来大了又看着 哎呦这孩子眼睛怎么好了呢 说手术了 他妈说没手术 没手术怎么好了呢 那是我看眼睛毛那看 是吧 眼不外观嘛 不能瞅人家 专门瞅自己 才能观自在 我说你看这些学生 做这个就瞅人毛病 你走到大街也看 我现在我到高等学府 国家的状元府的 这些人你谁你也瞧不起啊 你眼空四海目都无人哪 甚至你父母你都瞧不起的 有一个有一个学生啊 最学生啊姓李 他说呢 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都是这个思想 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谁能往 能赶上往呢 到大街上走到我们都趾高气扬的 我说你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啊 所以你们都戴镜子吧 是吧 你把他摘回去吧 摘一些近视镜 看底部看人 是吧 我们在学习班里有多少摘一些 有的在十年八年里 是在十年二十年里三十年里 您的镜子都摘一些了 为什么摘一些呢 把目光收回来 不看别人 我们是上那个 武汉吧 是上武汉 是上哪 我跟王秀邦 王老师俩去的 开车一个小伙子 戴镜子 他说的 你看我这个镜子 能不能摘一些 我那看你自己呢 你想摘就摘一些 你不想摘呢 那你盯着戴着 成习惯了 当时呢 黑人开车 当时的把镜子就摘下来了 我摘一些 有人摘黑人开车能行 没事 怎么样 搁那儿就摘下去了 这也是习性啊 不戴不行了 我不戴不行了 我看不准了 完全放戴三十年里 那人家摘下去了 你眼睛就来我看 一般的眼睛 还真离不住他呢 看啥 比我看得多 你小弟看得多情 什么 用啥呀 以前他就看 看这个毛病 看他毛病 特别看老爷毛病 所以我那时候 我真是 我走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琢磨了 我就琢磨自己了 对不对 我一想 哎呀 让我琢磨琢磨 这不是让我琢磨自己吗 那我真就琢磨了 我就想到 方才我说的老头那了 哎呀 最生气的是那老头啊 天天回来叨叨叨叨叨叨 你这猪这么的了 那么的了 我的猪身上有编子印的了 你给我打了 这家伙的 你说 我就跟他俩生气生气很 再有一个老太太 这气生的 我就心心的 哎呀 不许先生 我们找人好处 你不是 正面找不着 反面找 那就想到了 正面他没什么好处 反面找一找 他真有好处 跟哪呢 要不没有他们养活猪 谁给你粮食吃啊 你这家人就得饿死他 是吧 另外又想到什么呢 他们去找我父母去 父母能说眼睛吗 他自己毕严毕严 你说你 说他 说他的孩子 可是我还生我父母的气 一想到父母那难处啊 父母多么苦啊 谁十几十几岁的孩子 要去放独家 他能舍得吗 没有办法 又想到 你不是说可怜天下父母的心吗 当我 当我 一 你 你 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